上回讲到滇前两军联合北伐 前军司令官戴勘 由尊义直扑重庆 驻扎在松坎 派第一团团长王文华 第三团团长吴慧兰 分头进攻湖南 牵制援军 滇军总司令蔡厄自贤宁 取道碧节 直达永宁 永宁是川南的要塞 驻守在此地的是 四川第二师师长刘存后 刘存后原本驻扎在卢州 四川将军陈仪 听说他暗通滇军 把他调到永宁 结果滇军一到 刘存后果然放弃了永宁 退到纳西 途中他接到蔡厄来信 劝他起义一同讨员 刘存后就自称 护国军四川总司令 通电各省宣布独立 这时候 防守卢州的冯玉祥 去增援旭州 导致卢州空虚 刘存后于是乘机进攻卢州 半路遇见从旭州败退的冯玉祥 刘存后城市劫机 冯玉祥跑了 他的部下多半投降 正赶上蔡厄部下的第二提团支队长董洪勋 也率军到来 两军合兵一处进攻卢州 只用一个晚上就攻克了 于是川南一带被护国军占据 袁世凯本打算于阴历元旦 就是正月初一 或者阴历正月初四登基 选正月初四是因为初三是立春 当时有大地回春 万象更新之意 所以想在初四日登基 可是西南警报络绎不绝 又害得袁世凯愁不定 每天除了批阅公恩外 就是与几位候补妃 围坐宫中小饮解闷 这些个美人还以为他寻欢作乐 一定是因为诸事顺手 登基指日可待 那时候他们就可以正式被册封 不过袁世凯有十几个妾 将来册封时总不免要分等级 这就会有人觉得不公平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级别高一些 红周两位仪太尤其着急 有天晚上红仪太见袁世凯危罪 心情不错 便乘机禁言说 陛下风赏群聊 凡各省将军寻暗时 都能授封五等爵位 妾等侍奉陛下多年 却未得到封点 古人说地则如春 还求陛下明察 袁世凯笑道 各省将军宣暗时都是外人 不得不先行加封 免得他们抱怨 你等是一家人 何必这般兴急 待我登基后 册封不迟 周一太向袁世凯一笑说 陛下此言 总不免后外包内呢 袁世凯也笑道 你等要我加封 何妨自拟封号 周一太说 册封妃嫔是何等大事 我等妇人女子 怎能自拟封号 就算拟出来 并得到陛下恩准 那也跟自封一样 试问各省将军寻暗时 他们得到的 公侯伯子男的容点 还是陛下所定呢 还是他们自行拟定 奏请陛下赵封呢 若是他们自行拟定的 那不跟汉朝的韩信 请封贾齐王一样了吗 恐怕陛下未必赵准 他们也不敢如此 所以妾等要享慕容风 总须陛下颁赐名位 方为正当办法 袁世凯又笑道 女苏秦又引经据点 前来辩论了 周一太回答 妾据理辩论 并非为个人争此虚荣 十位全体姐妹 镇定名分 陛下若连妾等相随多年 俘如所请 姐妹们都尽慕隆恩 怎只窃一人备责呢 袁世凯说 要我加封却也不难 但须有两种分别 周一太问 是哪两种区别 袁世凯撵着胡须说 有生子与不生子的分别 如以生子 应照母以子贵的鼓励 加封为非 若未曾生子 只好封作贵人了 周一太听到这话 忽然脸色变了 差点就哭出来 红一太急马打圆场说 方金时代与以往不同 陛下也需变通办理 一切看来 风非问题 应该以随氏陛下的年术为定 生子不生子 似乎也不必拘泥 说到这儿 忽然有两个妾站起来说 妾等入府不过两三年 但床上的姑姑小儿 哪一个不是陛下的骨肉 若如红一太的议论 于理上说不过去 还请陛下三思 红一一看 是十四十五两位一太 十五一太本是红一太的侄女 他也来争宠 不禁惹恼了红一太 于是叫着他小名说 翠元 你算了吧 你能够随士陛下 还不是靠我成全 今日性蒙上宠 便想将我抹杀 与我争论起来 翠元此时也恼羞成怒 反唇相机说 谁不知你是红一太 不过你服侍陛下 我也服侍陛下 没有什么红白的分别 你能风飞 难道我不能风飞吗 十四一太也插嘴说 俗语说得好 有福同享 红一也乐得大度些 何必损人力几呢 红一太听了 把嘴一抿 向他冷笑说 你今日能得在此试验 总算是我的大度 否则连站在宫门外面 都轮不到你 袁世凯听他们争执 越说越不像话 急忙拦阻说 你等修德相争 我自由处置 一经登级 便当正式册封 不会无端分级 你等且放心吧 大家这才停止了争吵 继续吃饭 再说那位周一太 因为自己没生儿子 始终郁郁不乐 袁世凯见他欲戎惨淡 眼泪模糊 有些心疼 撤验以后 便拉着他的手 同赴寝室 袁世凯有烟饮 想抽大烟的时候 一定是到 红周两位一太的房中 周一太跟着 袁世凯进了寝室 当然取出烟具 给他过瘾 袁世凯一面抽 一面对周一太说 你也太多心了 我未曾正式册封 不过预先拟意 孤作此论 他日时行 自当妥行定夺 绝不使你受委屈 周一太欺然说 妾已想定主意 一辈子做个丫头算了 无论什么妃嫔 什么贵人 妾一概不敢领次 说着眼圈又红了 袁世凯盲劝未道 你的福命很好 我自得到你之后 不久便出山认世 被选为总统 可见你的命忘夫 安之日后不生贵子 常言到后来居上 以你的福命 恐怕不止一个妃嫔呢 周一太瞅了袁世凯一眼 扬作笑容道 这是妾平日梦中 也未敢妄想的 今日陛下登基 启封为妃尚不可得 他日上有皇后 下有储君 恐不免去做人质 还有什么侥幸 意思是说 将来我不被人害死 就不错了 说到这儿 又开始哽咽起来 袁世凯说 你休要担忧 我总不许人欺负你 就是我册封朱仪 也不使你居人下 想你到此间 执掌内部疏扎 勤劳得很 即就此牢记论来 也理应尽封 躺得天赐林儿 那更是可庆可贺了 周一太一言不发 这时候 袁世凯已经吸完了大烟 感觉精神大增 想了一会儿 对周一太说 你且去磨磨斩 好 带我守定几条内龟 传与后人 你等便好安心了 周一太奉命照行 请袁世凯入座 递过纸笔 袁世凯写下 内训大纲四个大字 然后逐条写道 第一条 母后不得垂帘听证 第二条 生前严禁策利储君 且废除力敌力长的惯例 只在诸皇子中 选择有才德者 继承大统 如玉传谋子 先殊其名 藏于金贵十世中 封固严密 皇帝归天后 由顾名大臣于太庙中 当众打开 第三条 诸皇子不得封王 更不许参与政治 只是多给钱财 令其想必生安闲之福 第四条 交房之亲 不得位列要金 就是说 皇后皇妃的亲戚 不能做大官 袁世凯写霸 扔下笔 对周一太说 你瞧 有这龟条 皇后皇太子 都无从欺负你们 你如能产下林儿 并且福慧双全 那时写她的名字 岂不是就好传位 你不是好做皇太后吗 周一太这才转杯为喜 说 那我就祝福陛下 多福多寿多男子 见妾方得蒙恩呢 第二天 袁世凯起床 取出内训大纲 给大公子袁克定看 袁克定看到第二条 大为不满 就想出言反对 袁世凯早已料到 便叮嘱他说 这种条规 是为后世子孙考虑 并非专职如等而言 我胸中自有成竹 你不必多疑 袁克定无话可说 闷闷不乐地走了 周一暗暗欢喜 只盼着登吉日期来临 自己皇妃的位置就稳拿了 先享受几年快乐 再图后福 好不容易盼到阴历过年 还是没有登吉的消息 第二天是阴历元旦 不过又是照例宴会 又等到初四 依旧没有动静 他又禁不住烦恼起来 这天黄昏 独对孤登 正在白杆交集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人掀开门帘进来 周一抬眼一瞧 原来是女官长安静生 于是请她坐下 先聊了些琐事 很投机 又聊到近况 周一未免叹息 而女士见她闷闷不乐 就问道 妃子爱看新剧吗 周一说 这是我平生第一嗜好 从前看过谭新陪 梅兰芳等的戏剧 尤绝印入脑中 至今未忘 真的是好戏呀 安女士说 明日前门外同了园中 请梅兰芳登台 演黛玉藏花新剧 妃子何不去看看 也可以消愁解闷 周一摇头说 这恐怕不方便 安女士说 妃子身居检出 外人很少见到您 如果改装去看戏 谁能认出你呢 宫里也无人敢说 明天下午 臣妾愿随妃子一行 可好吗 周一笑道 这也是暗度陈仓的好计 我就与你同去 安女士随即告别 次日午餐后 安女士来见周一 替她改装 扮作女官的模样 悄悄出宫 侍卫见识女官 也不去查问 游他们去了 二人来到同乐园 此时已经开眼 看客很多 几乎无处容身 安女士进去 与原主商量 请她给找一个包厢 原主和安女士 原本就认识 知道她是女官长 不得不殷勤款待 于是跟其他客人商量 让出了一个包厢 请她们进去 看了好几处 才见梅兰芳登场 神采照人 一开口 真是慢声度曲 鸟鸟动人 没一句不中调 没一字不合拍 惹得周一目注神弛 低声喝彩 满座客人 也连声叫好 轰动全员 周一悄悄对安女士说 梅老板的色意 与年俱增 较前日又有进步 我当出资重赏 安女士不便阻拦 只好赞成 于是替周一叫过侍者 周一取出数百元纸币 让她去赏梅兰芳 演完之后 梅兰芳上前扣谢 看客们都很惊讶 互相议论说 一个女官就这么阔气 莫非新华宫中 遍地都是金银吗 有一个人 远远遥望了一会儿 掉头对身边的人说 这是元皇帝的宠妃 怪不得如此大方 大家听了 更觉得惊异 就问她是怎么知道的 那人回答 我曾于万生园中 异度方姿 有人告诉我 她是元氏的宠妻 所以认识 此次改装成女官 想必是为了掩人耳目 大家又问 那个人的姓名 那人不肯讲 只说是在部中当差 于是一传十 十传百 就连元主 与演员们也都知道了 一起来到周仪面前 常跪请安 周仪知道被人认出来了 急忙摇手 把他们打发走 同时扯着 安女士的衣袖 抢布出园 回宫去了 可是这件事 在京城中成为新闻 各报争相登载 连御用报纸 也写入了新闻栏 袁世凯一看报纸上说 新华宫里的宠妃 与女官长一起去看戏 不由得火了 立即照安女士来询问 安女士是如何答复的呢 下回再讲 下回来